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Tian 我们今天要开一箱的是realme最新发布的旗舰手机realme GT Neo5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机配置 realme GT Neo5一共有推出三款颜色 第一款是紫玉幻想 第二款是圣静白 第三款是昼夜黑 它的处理器是搭载了台积电4nm工艺 第一代小龙8 Plus 再配上LPDDR5X和UFS 3.1的闪存 还有realme自研的超真独显芯片Plus补助 realme GT Neo5是用了一副6.74英寸1.5K的旗舰直屏 还有支持144Hz的屏幕刷新力 和1500Hz智能顺时触控采样率 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1400nit 散热方面它是用了冰心双向变散热系统Max 散热面积去到6580平方毫米 realme GT Neo5的前直镜头是用了16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 后直镜头是用了5000万像素 Sony MMS890 OIS主色镜头 再配上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大广角镜头 还有一颗200万像素5.5mm显微镜镜头 电池的部分它是搭载了4600MB的电量 再配上240W的满极秒冲 它也有支持X轴线性马达和杜比全景深双扬声器 它有推出5个版本 150W 8加256卖家2199 12加256卖家2349 16加256卖家2499 240W 16加256卖家2699 16加1TB卖家2999 它的机身厚度是8.9mm 重量是去到199克克 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realme GT Neo5 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 里面就有给你两本说明书 还会送你一支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会有给你一个黑色的硅胶软壳 盒子里面还有包括一条Type-C to Type-C的数据线 和原装240W Super VOC的快充充电器 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realme GT Neo5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紫玉幻想紫色的版本 上方就有它的三颗镜头 还有一颗闪光灯 镜头模组的右边是用了一整块透明玻璃的设计 可以看到里面有骁龙8 Plus的logo 和RGP呼吸灯的灯袋 当我们开启灯效设定 就会有RGP呼吸灯的效果 下方也有一个realme的logo 它的背盖是用了新一代慢反射AG玻璃工艺 可以让磨砂质感和手感更加平均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Type-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放心卡的位置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Infrared的sensor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侧边的银亮按键加跟减 这个是开关机按键 从侧边看起来它的镜头模组不会到很突出 Sync卡的部分它可以支持两张Sync卡 但是不支持memory卡 realme GT Neo5的屏幕下巴只有2.31mm 也是属于非常窄的屏幕下巴 再配上一颗中央打孔屏的camera设计 它的系统是用了realme UI 4.0 Android版本是用了Android 13 屏幕色彩模式里面它可以支持生动、自然、专业模式 专业模式里面它可以支持影院还有鲜艳 它也可以支持画质超轻增强 视频色彩增强 视频动态插针 还有HDR视频高亮模式 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 最高可以去到144Hz 它也可以支持屏下新率检测 在呼吸灯里面我们可以设定来电光效 通知光效和低电量光效 光效设定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更换不同的光效颜色 还有灯光的效果 内存扩展里面它最高可以扩展多8GB的RAM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广角镜头 它转的话最高可以转到20倍 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720p 30帧 最高可以去到4K 60帧 这个是节拍模式 这个是夜景模式 这个是人像模式 这个是50MP超轻视效 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专业、全景、电影、慢动作、延时摄影、多景录像、显微镜、AI镇建造、超级文本、 移轴、膚质检测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开启了50MP超轻视效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接拍模式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后置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 3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在安兔兔跑分里面它是去到108万3955分 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1353分 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3892分 在王者荣耀里面 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 它的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 在王者里面 它的游戏帧率可以去到120帧 打了三场排位 平均温度保持在45到48度左右 在和平均里面 我们打开设置 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可以去到90帧 均衡最高可以去到极限 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HDR高清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超高精要在外面大厅设置 realme GT Neo5作为2023年 realme首款的旗舰手机 它也保留了GT Neo系列一直以来的性价比 也是GT Neo系列史上最强力度升级的一款手机 GT Neo5这次最大的卖点 就是把快充技术做到了240W 也是前手未有的突破 手机充满电只需要9分半的时间 相比上一代150W 充电器的提及值增加了5% 但是充电功率却提升了60% 它还通过来因安全快充认证 有60充安全防务 让用户使用的更加安心 性能方面 GT Neo5采用了备受好评的骁龙8 Plus 作为核心处理器 同时还配备了超独显芯片Plus 28纳米工艺制程 支持两倍游戏插针 可以大幅度降低90和120超高帧率 导致游戏发热卡顿的问题 屏幕方面 这次GT Neo5全系标配了一副6.74英寸 1.5K分辨率的直屏 它也有支持144Hz 7挡智能刷新率 还有2160PWM调光 从参数看来 这块屏幕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在部分参数还超越了旗舰机的水平 影像的部分 它这次升级了旗舰算法Hypershot 2.0 针对画面和防抖进行重点升级 整体画面的瑞丽度和细节上都保留的比较出色 在一些角落的暗处 也有着比较出色的表现 最后我们总结 Realme GT Neo5延续了Realme品牌一向来赶月级的精神 堆料满满 打法精准 外观非常有个性 还搭配了行业领先的240W快充 也有配备1TB的超大存储 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性价比 如果你的预算在3000以下 想找一台性能强 大容量的手机 都非常建议你可以考虑这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次的Realme GT Neo5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Shopee连接 来去我们的Shopee做这个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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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